欢迎大家回来第344集的《只要有电影》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频道的话 就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订阅,按下小铃铛 另外就comment,like and share 也订阅我本人和《只要有电影》 在Facebook的专页 首先都要再次道歉一声 因为外游的关系 去了加拿大大概两个礼拜 走之前就真的来不及 是录影更多的传课 所以之前那三集 都和文俊相借了一些 我和他在文俊讲的周末午夜场 这个环节里面的三集 其实严格来说已经是五集 因为有两套电影是分了上下集的 即是节目呢 只要有电影的顶替 如果大家有在文俊那里听过的话 因为特别是其中 《头奔老海》和《白家仔》 我们将上下两集剪成一集 如果大家有听过 不妨再听一次 今天我就回来了 但回来之后呢 因为也和摄影师的时间 夹得不太适合 所以今集 都要继续用一个podcast的形式 来录制的 那么回来两天呢 其实我都算努力的了 因为都立刻要去看一些新戏 希望补充回 可以补偿一些戏印 另外呢 希望不要再继续 整天都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旧戏 回来之后呢 其实我第一部看的戏 就是台湾的电影 就是《鬼才之道》 导演就是徐漢强 另外呢 也是因为《鬼才之道》 因为徐漢强的作品 所以就回看 他前一部的作品 就是2019年的《返校》 《返校》 就在Disney Plus那里 都有得看的 YouTube 亦都是可以租或者买来看的 所以大家 我建议大家 都可以去看回这部戏 如果2019年的时候没有看过 那 是的 主要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会选了《鬼才之道》 是我回来看的第一部戏呢 一来就走之前 其实都已经听到 就是看到台湾好像 那个口碑是相当好的 另外呢 就是《返校》 当然在2019年 也是一部相当哄动下的作品 不过呢 我有些东西都是要理新的 因为2019年 大家都应该知道 香港发生了什么事了 那我记得呢 就是 当年 香港是持过台湾上映的 上映的时候呢 台湾的票房收入是相当高的 那它的总收入是一共 达到2.58亿台币 那就差不多是 如果随四的话呢 差不多是八千多万 接近九千万的 那所以成绩是相当之叫人 那所以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有一些声势的 那也都是同时因为那部电影呢 就是在讲的故事呢 是牵涉及这个 台湾的白色的恐怖时期 那里面呢 也都是有这个 当权分子 怎样去 脅迫或者是压迫 一些学生的情节 那是和2019年 在香港发生的 运动呢 是有很多 似乎是很奇妙的 一些的呼应 那我记得呢 应该是 当时候 本来说要上映 然后跟着呢 又好像又要延后 又或者是 到最后呢 只是有六间的戏院 是上映的而已 而且那个戏院的位置 或者是那条远线呢 应该是黄白鸣的远线来的 就都 相比起其他的远线呢 是弱了很多的 但是呢 结果呢 这个戏呢 就上映了 差不多整个月的 总收入呢 是去到 一千一百万 那是一个相当理想的成绩 那我 首映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去看的 但是 我为什么要离身呢 就是因为 就是 当时候 就是 心情啦 加上是 就是很多活动啦 那 也都是 就是 就是 带着一个 这样的 沉重的 和一个 不开心的情绪 又或者是 就是 在精神的状态底下 就是 我当时 我记得 我是欺负了的 那欺负了一阵之后呢 其实我是跟着就follow不回故事 那 所以整套戏呢 我是有一个很模糊的人像 那 后来也都没有时间呢 是去保体回的 那 所以 这次 鬼才之道 在台湾上映 虽然 似乎 他的票房呢 都不及 另外一部 以黑道为主题 黑邦为主题 的叫做 角头第三集 是这么卖了 因为那里似乎 真的很空洞 但是呢 其实 真的 鬼才知道 本身的票房都不错的 我查过一下 都应该是 超过了 四千万台币 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这个数目字 都已经算是挺好的 但是当然 比起这个 反效的2亿 2.58亿 是真的 差了一段 也都听说 好像 在这个导演 徐汉强那里 是造成某种的压力的 而 一回来之后 我未看电影之前 就已经收到 一个消息 就是 似乎是 徐汉强 已经公开宣布了 鬼才知道 很可能是他退出 拍摄电影的 最后的一部作品 正确的原因是怎么样呢 似乎都没有进一步的披露 但是肯定就是 他似乎是 受到很大的 我不知道是票房 还是公众舆论 还是工业上的 某些的一些压力 所以也解释了为什么 一回来 我最想看的电影就是 《鬼才知道》 或者还没讲《鬼才知道》的时候 都再讲多些徐汉强 就是给大家多些资料 参考一下 徐汉强 其实今年很年轻 43岁 1981年出生 他是在这个 世新大学 电影电视系的电影组 里面毕业的 他应该由小至大 都是很喜欢玩 这个电子游戏的 这个电子游戏的 也是有一队的 这个电竞的团队 就叫做APK Players 一个成员之一 所以这个也解释了 你看回他的电影 他很多的电影 都是跟电子游戏 又或者是一些虚拟的世界 的题材是有关系的 而《反效》 也是改编至一个 2017年 相当相当 popular的 一个电子游戏 名字就是叫做《反效》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看到徐汉强 由开始读书 一直到毕业 到进入影视 广告界 那个成绩 其实都是相当之亮丽的 譬如他这个 在未毕业之前的 一部的作品 叫做《第十五字伏器》 是2004年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参加了 浸会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大中华地区 学生影视作品奖 比赛 获得了最佳实验短片奖 去到2005年 他就拍了一部 另外一个短片 就叫做 《请登入仙实》 也是用一个游戏的形式 去拍一个 挺疯狂的一个戏剧 他跟电视台是一个单元剧的形式 结果在当年的金钟奖 就获得了最佳单元剧的导演奖 成为金钟奖最年轻的导演得奖者 跟着也入围了台北电影节 最佳实验短片奖 接着他在2008年 又有一部短片 叫做匿名游戏 这部电影 我发现原来在YouTube都有 但我很迟才找到 所以还未看 但是我会把那个 连续放在下面的介绍 那他2013年的另外一个作品 就叫做 《小青新大爆发》 这个短片也是在香港 原来是有放映过的 就是彩峰公司 当时是搞过一个叫做 叫做《台湾短片战》 那另外他 the filmography 里面 也有两部VR的短片 分别就是2017年的 全能原神功改造王 和2020年的 《星際大片局》之登月计划 譬如即使是这两套的VR短片 都是大家可以想象到 又或者从 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些画面里面 是可以看到 一样是跟电子游戏 又或者是一些 比较疯狂的 想象的题材 或者这个喜剧 都是有关的 所以 《鬼才之道》本身 其实就是一部恐怖片的喜剧 所以 都是跟他的一贯 關心 或者有兴趣的 subject matter的风格 都是有这个连贯性的 所以我觉得都挺有趣 或者说一说返效 返效 返效 譬如刚才都说过 就是一个电子游戏 很出名的 一个电子游戏 改编 这个电子游戏 在2017年的时候 一推出 其实已经立刻 在第一个星期里面 就获得了这个 97%的极高的好评 跟着也不单止在台湾流行 应该是全球都有一些名气 那 返效 返效 这一个 因为我 我也要再利身一次 就是我自己本身 不打机 亦都对 电子游戏 电竞 这些东西 几乎 那个knowledge 是零 但是 我看回一些资料 似乎 返效 引起 讨论 又或者是 他创造了自己一个特色的一件事 其实就是 他的内容 或者是他的题材 因为整个戏 就是以这个 台湾50年代 和60年代 所谓的白色恐怖时期 是环绕着 这个period 是 构造 建构他的内容 而 因为我对电子游戏的零知识 所以我 很难说到 到底 从一个游戏 改编成为一个电影 到底会牵涉到什么 难题 似乎 在这个 《反效》 那个游戏里面 它是有很多 很多背景 很多历史的 一些的引用 又或者是很多处境 基本上所谓 反效的意思 那个校 其实就是 一间 在山区里面 很障碍的地方里面 一间的中学 就叫做翠华中学 就不是翠华餐厅 就叫做翠华中学 那 一开始 其实就是 就是说 一个 快要有台风的来临 然后 然后 那里面 男主角 和女主角 先后 都发现自己 就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 醒了 就发现自己 在学校里面 困住了 就 就是 就是 本来他们就很想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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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铁闸 又锁住 去找的铁匙 又开不到 就是这样的 然后才发现原来 就是 学校里面 就是 第一 就是 包含了很多 神秘的历史 不为人知的很多的事迹 以及 这些事迹 这些事迹 全部都是围绕着 当年 国民党 决定是 要将 台湾列为 戒严时期 底下 的一些 高压政策底下 的一些 对 无论是学生 或者是老师的 一些 压迫 所造成的 很具体的一个 起承转合的故事 似乎就是 没有的 就是由一些 片段式的 事件 和一些 situation 是组成 这个游戏 那 如果从这个 角度来看 似乎 电影最大 面临的问题 就是 如何去 可以 是 就是 就是 将它 化成为 一个 有 有结构性 亦都是 有 这个 起承转合的 那个 戏剧的吸引力 那 我今次再重提 其实我 那个 印象 就是今次 给我的感觉 是 相当精彩的 我觉得 也是 当年 就是 我们 因为 黑着了 再没有去看 是有些 的 协议 和一些 遗憾 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就是 我相信 无论是当年 2019年 又或者我们 可能 对现实的 concern 是大过 对 一个台湾电影 虽然它和我们的现实 是有一些 很微妙的 意外 的 契合 但是 很明显 我们的 专注力 就放在香港的现实 那里 但是今天隔了 五年再看 我就 第一 就是 更加觉得 驚訝 就是 为什么会是 那么相似的呢 另外一件事 就是 觉得 尤其是 以今天香港的处境 去看回 这套电影 就觉得 那个电影 那种大胆 那种直接 抵折 以及 完全是毫无隐瞒 的 劍指 这个 台湾的 国民党 当时 就是 施诸在台湾 接近是38年 长达38年的 that 白色恐怖时期 就是 那种高压的政策 而 是 可以透过一个 校园片的形式 透过一帮年轻人 而是 就是 重新去 揭露 这段 历史的 就是 那么黑暗的历史 的 一些 的实况 那我就觉得 这件事 是相当相当之 难能可贵 就是 如果你问我呢 我觉得 我这次受的 冲击的程度 应该是 跟当年 我看这个 侯孝賢的 悲情城市 呢 是不枉多样 甚至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那 而 我亦都觉得 那个重要性 是甚至可能 比这个 悲情城市 相对 在台湾的本土来说 是更加重要的 因为 悲情城市 畢竟第一 就是 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电影 另外 也是因为 就是 他那个表达的手法 整个 序事的形式 都是比较 含蓄 都是比较曖昧的 那 也都是 就是 因为是侯孝賢的关系 当然 他的艺术性是很强的 但是 也都是 变成了 跟那个 整个 观众的层面 就是 那个 connection 我觉得是 无可避免地 是有一些的距离的 但是 反效去到 这个2019年的时候 他是用一个 首先是一个电子游戏的形式出现 第二 再是 就是 影像化了 变成为 电影 而又可以 就是 讲到一些 新一代的 年轻的 台湾 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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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 很难在 再有其他的渠道 得知的 又或者是 很 很清楚 知道 那个真相 或者是 那种感受到 那种 当时候那种恐怖的 气氛 这一件事 我觉得是 更加有 impact 以及更加有 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 历史的重要性 当然更加难能可贵 就是 这个戏 在当年的台湾 是产生了一个 这么大的 票房的效应 就是 which means reach到的 观众的层面 特别是 年轻观众的层面 是 远比 这个悲情城市 是为大的 即使从一个电影的角度 我都觉得 他那个成就 是可以 追近 这个悲情城市 尤其是 是在整个 氛围 那个 那个 塑造 整个 就是 所谓 那个恐怖 恐怖的 气氛 我觉得 那样东西 徐漢强的表演 是相当出色的 那在改篇的时候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 怎样从一些 的片段式的 处境的 设计 是去可以 就是 是可以 是这个 就是吸引到观众 就是 去 可以 去 可以编写出一个 这样的完整的故事 那其实他在这边呢 这方面呢 我觉得呢 他都很大胆的 他其实没有特别去追求 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一开始 跟这个 那个游戏 一样呢 他只是给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 一个这样的处境 然后呢 就 按照着这个处境 再发展下去呢 才是揭露 故事 里面的人物 后面的故事 就是诸而此类的 那 所以也都解释了 当年 我相信 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会合了一会儿之后呢 我实际上是迷失了 追不到 那个脈絡 其实原来他没有什么 一个很清晰的 那个序事的脈絡 而且呢 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因为 气呢 也都牵涉到 嗯 就是两个的空间 一个就是 就是 就是 现实 一个呢 就是这个灵异的空间 又或者是阴间 所以 就是 中间那个 跳跃呢 如果是 miss了少少 那 的而且 有时 会觉得是一头无碎的 那 所以 我觉得 这个 首先 这个 改编 第二 就是 用一个 结构的 形式 然后 去交代 一个 具体 又重要的 一个 史实 这方面呢 就是 反效的 价值呢 是相当高的 那说回鬼才之道 那 这个戏 我觉得 都是相当特别的 嗯 一来呢 就 因为反效呢 嗯 正好都说过了 它是牵涉 就是 首先它的类型是一个恐怖片 另外呢 就是 它是牵涉了 就是所谓 两个空间 就是一个人间 一个阴间 那么 嗯 而鬼才之道呢 也是一个恐怖片 但是 它用的形式呢 今次呢 就是用喜剧的形式 而刚才都说了 就是喜剧这件事呢 其实你看回徐汉强的 filmography 都是一点都不陌生的 就是 它都是拿手的 那所以这个 就是 恐怖 结合起剧呢 我觉得是 一个挺有趣的尝试 那当然 就是 这个fusion的类型 就是 不算新鲜 就是 甚至包括香港都有 就是 有好几部 嗯 比如我 早前在Facebook那裡看到 原来最近 就是 就是 资料馆那裡 就通过 楊帆导演的安排 就是做了一场 这个 一个 蕭芳芳 当时监制 和主演的 独到 正 就是 许安华导演的作品 那也是一个恐怖戏 那 西方就更加多了 但是 就是 就 似乎 台湾 其实台湾近些 差不多十年来 都很流行恐怖片的 大部分都是 比较 就是从中到低的 成本的恐怖片 是很 straight forward的恐怖片 就 嗯 就是很少是 就是 就是 結合了其他的 类型的 那所以在这方面 就是鬼才之道 就是 我觉得 挺有趣的 那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 似乎 这个戏呢 就是看回 徐漢强的访问 或者资料呢 都似乎 就是他 摆自己的东西 下去 这个电影里面 是摆得更多的 就是更多的 个人的色彩 嗯 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他有说过的 就是 首先 就是从那个 创造的意念呢 他就是说 他 在返校之后 因为那个 那么大的成功 令到他 其实是有一些 很迷惘的 就是到底是 就是 这个成功 就是应该是 归于哪个的呢 是归于 行销 是归于 个题材 是幕后的团队 还是他到底 就是佔了多少部分 就是这些 那我相信 也都就是 是的 去到一个那么大的成功 他周围的人情冷暖 都应该有一个 很深的感受的 那他就说 他有一天 就去看一部恐怖片 那么 他没有特别说 哪部恐怖片 好像是一个西方恐怖片 就看到一个 那类演员呢 就是在那裏 假扮鬼的 就在厕所那裏 不知道 怎么捐出来啊 还是怎样 那他说化妆 就是很骯髒 又有很多血啊 很多东西 那么厕所 就是被人的感觉 又是很骯髒 那当然 那当然 就是 那当然是 真实的厕所 也都不是真正的 骯髒 但是他一路看 就觉得 这个类演员 其实是很辛苦的 特别是 我经常都看恐怖片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 特别是 血流满面 然后 就是 例如 周身或者中枪啊 被人斬到 脱手脱脚啊 就是 这些 特技的效果啊 其实是 在实际上的 拍摄来说 嗯 无论你有多少特技 在里面也好 其实他演员 是 都挺难受的 尤其是 是血章 那他就说 看到这裏 他就觉得 他没有被嚇到 不得已 还觉得很 这个演员 甚至是觉得 哎呀 原来做鬼 都很辛苦的啊 那 从这个意念出发 就慢慢 就累积了一些 资料搜集 累积了一些 构思 就形成了 这一部鬼才之道 那 故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牵涉到 他其中有一个人物 就是 其实 这个戏呢 整个戏 都是设置在 一个鬼的世界里面 所有的人物 都是不同 类型 或者不同阶级的鬼 来的 那其中一个 女主角呢 就是王静 飾演的一个 叫做 蔡了鬼同学 蔡了在台湾话呢 其实真是新丁 或者是新人 那样解 那 那 他飾演这个角色呢 就是很年轻 就死了 那 他戏里面 甚至 所有人都叫他 叫他做同学同学 那 那 他其实就是一个 相当相当 平凡 甚至 你可以说是平庸的一个 一个 这样的 女生 那 但是他由小到大呢 其实 家里都给了 挺大的 期望 甚至是压力给他 因为他有个姐姐 是很厉害的 整天又拿奖 考试又考第一 然后跟着 读书又很厉害 读到大学的时候 又要读律师 那样 那是人生胜利组 但是他就对相反 做什么都不行的 学琴又不行 计数又不行 考试又不行 又不漂亮 总之是他 希望达到的目标 他一场戏 就是他将人生的目标 是写在练习簿上 就 几乎每一件事 到最后 都是要 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项目 都是 打了一个考察 就是 画了一画 那可以说 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我们 就是 早前也说过 大陆戏 最近都经常用这个 做题材 就是一个 Loser 那 生平的 就是 唯一 一个拿过的 一个奖 就是一个 在学校拿过的 最佳努力奖 但是 其实 这里要有些劇头 其实这个奖狀 原来是他的 爸爸 是 故意捏造出来的 即假造出来的 是用来安慰一下他 而他爸爸虽然是 一直都有给压力他 也都有鼓励他 即是说你一定是 始终 一定 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 但是呢 其实这个 鼓励呢 都是其实变成一种 压力的一部分 到最后呢 他甚至衰到呢 是怎样呢 首先他当然不知道 这个奖狀 他对这个奖狀很珍重 他不知道这个奖狀是假的 衰到拉美呢 就是在一个地震里面 那他就 抱着这张奖狀呢 就被 滿布 这个他姐姐的奖杯 和奖巷的一个 很重的 这样的櫃呢 是扎下来 是扎死了的 那 他 就是 做了鬼之后呢 其实他也是一种 相当相当平庸的 一种鬼来的 那 这个角色呢 就 徐汉强呢 他有 我看到呢 就是他的访问 他有提过 就是说 王静这个同学的一个相反 因为他很厉害 自小呢 一直都是 读书又厉害 然后玩电竞又厉害 出来 一帆风顺 很早就拍戏 又拿奖 然后一直是 他那个电竞的团体呢 也是很成功 是直接是 就是去到 反效呢 就更加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那 所以他就 我相信 他 其实 受到的就是另外一种 成功这种压力 那 所以他就 把这个角色 就是自己的 经历 就是 他是一个姐姐 就是设计了一个 王静的一个妹妹 就放进去的戏 那 戏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王静死了 他变成了一只 没用的鬼 而他 当然 就是 和这个人间 还有很多的牵挂 那他有一次 就和另外一个 闺蜜的 女朋友的鬼 那只女鬼 就是回家 就是他生日 就回家 想看看他家里 那些人还记不记得他 那其实他父亲还记得他的 但是 接着呢 他们就搬屋 搬屋呢 就不知为什么 因为他们移动过那张 奖状 那他父亲就发现 哎呀 不见了那张奖状 但是因为要搬屋 算了算了 有他那张奖状 那他父亲自肚明 反正都是假的 但是 怎知道 因为这个奖状 就造成 就是说 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 他家人 就 甚至是周围的人 都会慢慢 将他淡忘了 而 而 戏里面设计的一个规则 就是说 当一只鬼 在人间被人淡忘的话 他就 只有三十日的时间 如果他做不出一个成绩 是吸引到 这个人间的注意力 或者成为一只例鬼 造成某些都市传说 那他就会消失 就会 云消 拍散 那 所以他跟着 就会 就是 见到他的手 或者身体 就出现很多 这样的 就是 glitch 那 所以他只有三十日的时间 那 而这个鬼的世界里面 就是 怎样造成一个例鬼呢 你就是要去 perform 去制造一些的事迹 这样的新闻出来 然后呢 你可以apply 一张的例鬼证 那 班法这个例鬼证呢 就是一个 类似长官式的人物 那 这个就是 其实是跟这个反校的教官呢 就是代表了政府的权威 极权的统治者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象征来的 那 他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呢 就去参加一个这样的例鬼大赛 那 那 结果呢 他也是一事无成 而且那个表现差到呢 是被全部的鬼呢 是耻笑的 那 但是 其中呢 就有一个 竟然是一个例鬼的经理人 就是由这个 陈柏林饰演的 就是他的名字 就叫做 兜哥 或者他有个日本名字的 叫做 兜 兜就是很猫兜的兜 那 就看中了他 就决定了 就去执他回去 就想 就是 offer 就说 我可以将你训练成为一只例鬼 那 但其实他本身呢 都是一只假鬼来的 但是呢 他就认识了一个 就是在丽鬼界里面有这个鬼天后 鬼后 之称的张庸庸 张庸庸的角色呢 就叫做 海撒林 就是Kathryn 那 其实呢 他就在丽鬼大赛 就是那里 连续是 获选了这个鬼后 很久了 但是呢 近两三年呢 其实呢 他就被 一个他带他 就是 他所谓的一个徒弟 就叫做Jessica 就是 封头 掩盖了他 而且这个Jessica 是很反骨的 就是不单止他的 就是 搶了他这个鬼后的位置 甚至呢 野心勃勃呢 是冲出这个国际 就是带上他的一班的 猛鬼团呢 就去了紐约 是 企图呢 就是 在外国呢 再创造更高的声望 就是这样 那所以呢 所以呢 陈柏林这个兜哥 就带了王静呢 就回去 介绍给 张蓉蓉 这个Catherine 就是 就是认识 而且呢 希望Catherine呢 在这个有限的时候 就是时限里面呢 就将他训练成为一只泥鬼 那这个就是故事的大纲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有趣的 嗯 因为他 其实 嗯 我就觉得 嗯 无论恐怖片也好 或者是科幻片也好 嗯 又或者是一些想象虚构 你说穿越啊 之类 就是一些这样的故事呢 其中有一个重点是很好 就是 是很 很 需要必备的 就是说 这个編剧呢 一定是要将那个所谓的 嗯 科幻的世界 或者鬼的 灵异的世界呢 是要 构造得 是有一个逻辑性 有他自己的规矩 而这些规矩呢 嗯 无论你的想象力 是多么丰富 又或者多么天马行空也好 其实他都应该有他的逻辑性的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呢 让鬼才知道呢 他有一个很 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将这个鬼世界 那个这样的逻辑呢 那些这样的 规条呢 是其实是 当然了 全部都是他捏造出来的 其实呢 都是做得相当之 精细 还有是 那个逻辑性呢 虽然 如果你说鬼是可以没有逻辑 但是 观众作为 就是一个 第三身去看 一个这样的故事呢 其实 无论如何都好 那个逻辑性呢 是一定 在某个程度下 是要是 遵守 和不能够 是那个 违背得太厉害的 那所以 这个 这件事呢 就令到 这个戏 就是那个鬼世界 很快呢 你会进入了这个鬼世界 当然 他在鬼世界里面的 那些规条 那些规则呢 其实 和人间的世界 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的 因为他一样 人间一样 在 有这些竞技的比赛 亦都有 比赛之后 你都可能做到网红 又或者是 你要参加很多影视的 所谓的talk show 所谓的 这个 variety show 是去建立你的声明 那 譬如 戏里面呢 他就有一个叫做 建鬼会客室 的一个这样的节目 那然后呢 就有一个这样的大赛 那 也都就是说 如果你是 出尽法宝 你可以 嚇到人的话 那 形成一个都市传说的话 你就可以颁发 就是所谓的一个 就是掌章或者是掌項 就是这样 那 但是因为他设定在一个鬼世界 那 那 无论是 这些鬼的造型 他的化妆 他的色彩 都变成了 就是 相当之 一些 纷纷 亦都是在一个纷纷里面 是带着一些 这样的 诡异的味道 那 那整个的结合呢 是 的而且确是 又 就是你会觉得 好 就是 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但是也都是 有一定的吸引力 甚至是有一定的 就是那个喜剧的色彩 那 整个戏主要是说什么呢 其实到最后 就是 他也是集中在 王政这个人物身上高 虽然他到拉美 是阴差阳错的 成为了 新一代的 这个 例鬼鬼后 但是 其实 你问他 那样东西 是不是由于 他自己是 真是学会掌握到 某些的能力 或者是 是发挥到他一些潜在的 才华呢 其实不是的 那样东西是腐瘤的 而且呢 他是 忍受了相当大的痛苦的 因为 他第一次真正正是 嚇到人 甚至连鬼都嚇到 口定目外的 就是他从 就是一个 温泉饭店的屋顶下 就是失足跌了 下来 然后插在那个 危红灯 那个灯色那里 真的差不多是 到最后 再重复一次 整个人是 血目模糊 还有 虽然他是 死了 但是 跌下来的 那一下 那个 伤害的痛苦 其实他也感受到 所以 到最后 结论 就是说 人和鬼都一样 原来 人 落到陰间 那个世界里面 一样是要有 那麽激烈的竞争 一样要有 很多的 勾心斗角 很多的权力 的斗争 很多的虚偽 很多的势利 到底 人是为什麽而活呢 又或者鬼 是为什麽而 都是活 因为他 不可以 有这些成就的话 拿不到个例鬼症 他就会在某特定的时间里面 就是烟消云散 就变成真真正正的 永远的nobody 永远的不存在 所以 其实主题就是说 人是否需要成就 才可以是 所谓 就是 活得一个精彩的人生呢 是不是需要 就是要 所有人都知道 或者 有一些很辉煌的 的奖项 或者是财富 你才是所谓的成功呢 那当然 就是 这个主题 大家都很清楚答案是什麽 而这件事 也是 我相信 徐汉强 B型一个 人生的胜利组 就是他 产生这样的想法 一个这样的主题 就是 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那整个戏 我觉得是 那个笑料 人物的 就是 那个 无论从造型到 他们的背景 的故事 啊 还有 就是 鬼世界的 很多的 处境啊 等等 其实是相当之丰富的 那笑点呢 我觉得 那个密度 也都是 相当 相当高的 那 但是呢 我也觉得 台湾片 有一件事 是 经常都会犯的 就是那个 就是 始终 就是 都是很自觉 就是那个主题 是要很清晰 和呢 是要不断去 反反复复的强调 就是 你可以说 这个都是 都是属于一种 雪教 但是我是觉得 是我理解的 台湾的 民情 又或者是 台湾的 一个特色呢 其实就是 始终 就是 身为 所谓中国人 就是 他们都是 摆脱不了 那种 儒家的色彩 那种 儒家的 倫理 的 那个规限 又或者是 民意再度 虽然 没去到 那么 那么显著 或者那么 那么八股 但是 特别是去到 这个创作的时候 就是 不单止是 追求一个 艺术的 手法 或者形式 更加重要 就是 如言之又密 所以他 很多时候 真的会过了 甚至是 你会觉得 他有一些沉 而且去到 结束的时候 是 好像 对观众 或者对自己的 信心都不是很足够 又或者他其实 想再强调一些 让观众 真的收到 一个很清晰的 那就是 整天会反复 那样 就会 完来完去 都完不了 又或者 那个结束 其实真的 没必要 去到 那么 那么白的 虽然我不反对 雪教 但是 如果是 陷入一个 这样的 情况下 你就会 其实是 变了 所谓的 heavy handed 又或者是 很漏爆 这个情况 在最近 很多台湾的戏 都感受到 特别是 譬如 差的 我们不说 譬如 相当优秀的 这个 老狐狸 和现在 鬼才之道 我都觉得 犯了 这个毛病 去到 结束 老狐狸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他都 不能够 好像是 很afford 就给 这个小孩 他到底是 会变成了 老狐狸 或者变成了 好像他的亲生爸爸 是一个正直的人 他好像不是很想 将这件事 交给观众 去决定 而是到最后 他其实是 两样都结合在一起 就是说 这个小孩到大了 他有老狐狸的一面 又有正直的一面 那就变成了很不必 而鬼才之道 就是到后来他强调 就是这个人 到底是应不应该 生命是被人看见 这一件事 就 一个结束 结束 结束 王静 又回到他家 又见到一个小孩 又和小孩 又重新再说一次 虽然这个小孩 我也不知道 是姐姐的小孩 还是谁的小孩 最多是姐姐的小孩 当然 结束 结束 陈柏林 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很差的歌声 很老土的那些 就是小虎队 那些偶像式的歌声 那他有一首歌 是很老土的歌 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歌 那就不断重复去唱 是搞笑的 但是那个搞笑的程度 他都是唱完又唱 死不断你死不断你 那我也觉得是 虽然是有趣 但是都是漏爆了 这个我就觉得 鬼才之道 是最... 稍微失责的一件事 但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那种丰富 那种色彩 那样东西 也是台湾电影 是比较少见的 那这件事 我都觉得是相当好看的 那另外一件事 要说的就是 他戏里面 其实张蓉蓉 其实几个演员都相当好的 那张蓉蓉飾演的Catherine 她有一招绝招的 就是... 好像拱桥那样 但是整个人弯转的身 然后用手和脚走路的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 就是... 其实在Exorcist里面 我们以前都讲过的 就是那个所谓的Spider Walk 那这次... 就是... 你可以说她的灵感是来自Exorcist 你说她抄都可以的 但是就用得很好 因为她将它变成了一个喜剧的效果 那... 另外呢就是... 就是... 我要再提一次 就是那个演员 那... 特别是王静 那王静在返校呢 也是有演出的 事实上也都拿了这个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 那王静... 应该... 他... 在返校之前呢 有做过三四部电影的 但是真正正是... 就是... 令到人受注目的呢 其实就是返校 那跟着呢 他就真的很红了 做了很多很多的电影 那有些我都是... 就是... 就是... 很深印象 都很喜欢啦 就是... 比如《瀑布》里面的... 那个... 学生的角色 又或者是... 我和鬼... 就是... 如何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就是里面他... 认识一个差婆啊等等 那是... 去到近期的《周注垂三害》 虽然那个戏很差啦 那... 但是他的演出都是... 都是... impressive的 那... 今次这个戏呢 我就觉得他又是很出色啦 而且呢 他有一个... 优点呢 就是很多演员 我觉得是... 就是... 能够... 就是... 不是很多演员都做到的 就是他的多变 那... 这个戏很坦白说 我去看的时候 都不是很记得了 是王静有份做的 那... 但是他整个的扮相啊 到他那个演出呢 真的跟以前的王静呢 又是很不同的 甚至... 有点不太认得他 那我就觉得... 就是... 他... 他那个演出呢 是这个戏的另外一个亮点 那... 所以... 就是... 但是似乎呢 这个戏呢 在香港又不是特别很受欢迎啦 嗯... 呃... 谈论的... 的... 的... 就是... 的... 文字呢 也都似乎不是... 可能是我错的 这个人像 但是似乎不是说 很多人说啦 那... 那... 就是因为台湾电影的问题啦 那... 但是我是很推荐大家 就是... 如果... 可能呢 就盡快呢 去... 就是... 去... 有点inos kด 它是OK WOF 的 芳 很担裂 好 呢 马市